我是你好哥哥呀 什么好哥哥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郝总 里边请 右手边 你好 我是卡卡尔谈的负责人夏浅 浅浅 你还记得我吗 不好意思 女士 我是你好哥哥呀 什么好哥哥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思远哥 对呀 我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 我的天哪 你 我 我完全没认出来 你别说话啊 我没认识 这么做人很不习惯 不好意思啊 郝总 不知道您小时候跟浅姐是邻居 你闭嘴 说实话 我刚刚一下没认出来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没认出来很正常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的人气主播 慕晓晏 她是数据分析师小爱 你好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 这里面呢 是我们家游戏的周边产品 有一些皮肤和道具的 礼券兑换码 当然 还有一些呢 就是个人珍藏版 都是新量版的 不知道你们平常玩不玩 我玩 我玩 谁不知道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我可是你们公司的超级粉丝 真挺巧的 没想到今天会这样有事 其实不是浴场 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 就假的 我在我们市场宣传部的 直播宣传方案中 看到了你的名字 就想来看看 是不是当年那个小夏浅 那这样的话 看来叫夏浅的人 并不多嘛 是啊 当年的那个小丫头 现在都是公司的负责人了 其实啊 你做游戏这个行业 我一点都不意外 小的时候 你就经常研究电脑游戏啊 我们一帮小孩子 还经常到你家去玩 玩到很晚都不肯回家 最后都是被爸妈 拿点鸡毛胆子赶回家 那时候我妈也不管我 你爸你妈 经常留我在你家吃饭 你记得吗 他们可羡慕我了 是因为能在我家 多玩一会儿 还有那个 我们经常玩的那个游戏 仙剑几下转 对对对 那时候就玩那个什么 林月如 赵凌二 还有那个我可喜欢的 笑容哥哥 那你现在 找到你的笑容哥哥了吗 你别老问我了 老是问我 你最近呢 这些年怎么样 我呀 还担任他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忙 没时间谈恋 是啊 现在大家多忙 感情这种东西呢 遇到就遇到了 顺其自然 走吧 走吧 走吧